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說順磁 順磁跟抗磁不太一樣 它是有兩個貢獻 一個是spin 這個orbital electron 那這個順磁它是有磁性 那它發生的就是它有一個外加的 外加的就externally applied的這個magnetic field externally magnetic field 然後它是會感應出有個正的 這個magnetic的sustability 那它有那個叫做magnetic moment 它是感應induced by applied field 外面的applied field 那它是線性的正比於這個外加次長的強度 但是比較弱 比較弱 那它基本上它是在solid裡頭 它是attribute to什麼large extent resolved from electron 它spin around它自己的axis 所以這是我的電子不僅是繞著原子核跑 它自己它有spin 一個spin up 一個spin down 那這兩個spin up跟spin down 它基本上沒有cancer掉 自己沒有cancer掉 它不像抗磁的 那抗磁性基本上這兩個是cancer掉了 那它只有剩下orbiting 但是這裡它還有一個spin在 所以它有一個微微正的負的 是一個spin在 所以這裡頭去解釋 因為我們這個暴力不相容原理 就是說你這個電子 就是沒有兩個電子可以有相同的能量 有相同的能量 然後它有相同的spin的符號 所以它spin一定要是不同的 要不同的 要不同的 然後一個外加磁場 它是試著去turn unfavor這個spin moment 所以它其實是 其實我們嚴格上來講 它這個其實是 這些小磁棒 這些小磁棒它的方向不一樣 其實是因為我的spin的moment 跟我這邊的spin的moment 其實是方向是random的 這個小磁棒大部分都是 從我的電子spin這樣過來 但是我外加磁場 我這個外加磁場 會讓這個去 會把這個unfavor的 unfavor的 所謂unfavor 什麼叫unfavor就是 跟我外加磁場方向不一樣 叫unfavor的 它會turn on 它跟它 跟它比較平行的方向 那這個magnetic moment 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magnetic moment 這個所謂的小磁棒 其實這是一個magnetic moment 那基本上是 大部分是從我的spin的component過來 所以一個外加磁場 我們看這一段 一個an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try to turn unfavorably oriented spin moment 就是剛剛那個小磁棒 那所謂unfavorably oriented 就是跟我外加磁場方向不一樣的 然後它就會turn in the direction of external field ok 那we will talk about quantum mechanics expect of spin spin 那個paramagnetic ok 在我下一張我就會看一下 這個用 從這個量子力學角度來看 那spin paramagnetic then is slightly temperature dependent 它是跟溫度是有關的 然後it is in general very weak 然後呢 他是observe in some metal 然後有一些是在眼淚 眼淚 這個是就是transition metal的眼淚 transition metal的眼淚 就是過度金屬的眼淚 所以它這個是 這些小磁棒我們剛剛看的就是從spin moment來的 那它也會從一個這個orbitin 這個是我的 鋼幹這個是我的這個nucleus 那它會這樣orbitin 所以它其實不僅是從 orbitin orbitin 它其實它也會做orbitin orbitin 那這是原子核 那它不僅orbitin 它其實是這樣spin 這樣在跑 那就是這樣spin在跑 大概是這樣 那它有orbitin的這個component 所以它基本上這個free atom aswell是這個 它的稀土族的 稀土族的元素跟它的眼淚 還有它的氧化物 那大概都有這一種 那大概都有這一種 有一個額外的 這個paramanecism的一個source 就是這個orbitin 所以它除了 那會貢獻到順齒呢 它有兩個component 一個是orbitin的電子 一個是spin的電子 那這個 它們之間的比例就是 orbitin motion 除以spin貢獻過來的順齒 這兩個的比例 就叫g-factor 在磁性材料裡頭 在磁性材料裡頭叫g-factor 所以順齒其實有兩部分貢獻來 順齒有兩部分 一部分是 我是orbitin的電子 那除了orbitin 它當然有spin的moment 它有spin的moment 那這spin的moment 這兩個的比例 就是我從orbitin motion 從orbital motion versus by這個spin 我叫做g-factor 那g-factor 在這裡它就沒有談得很深入 我們的課本 就一句話帶過去 這個是超出去課本的範圍 再談到這個g-factor 超出去課本範圍 但是你知道 抗詞它基本上就只有orbitin這一個 就是orbitin這一個 那在我們這個順齒裡頭 它有兩個component 一個是spin component 一個是叫做orbital component 那這個是剛剛給大家看的 就是我的 基本上我的抗詞 基本上是我sub-cell是fuel的 因為我的spin的配合是 是一個pair的 是一個pair的 這個給大家看過了 那你知道這個順齒 它基本上是 順齒就是electron orbital electron orbital跟這個pairmanetism 它是跟溫度是有關係的 跟溫度有關係的 也就是這個kia 這個感應的部分 感應的磁場部分 這個是我的外加磁場部分 那這我感應的就是 我這個kiai乘上這個h 那這個kiai是一個temperature dependent 它是跟temperature導數 是乘正比的 那這個叫做q-less law 叫q-less law 就是我這個kiai是跟我的temperature 這個導數乘正比的 叫q-less law 那這個就在下一張 下一張裡頭 又跳出來了 等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q-less law呢 還是沒有出來 還是沒有出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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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今天要怎麼回事 可能也很多同學沒有來 這好像有老天爺有旨意 叫我們這個不用上太多的樣子 我等一下 但是已經來了 很慢 他媽 奇怪 來了 等一下 來了 這個檔案比較大 好 來啦 那這個是這個叫Q力Temperature 所以這個C叫Q力Temperature 那有一些物質呢 它基本上它不是正比的 它會offset 這個會通過原點 通過T等於0的原點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 我如果說對T分之一做足 對T分之一做足 那這個我的Ki 那基本上這是我的C 這協力是我的C 那這個叫Q力Temperature 那有的材料它 不是Q力Temperature 它有一個offset 它有一個θ offset 那這個θ offset呢 這個θ offset它基本上是 這叫Q力Temperature 這叫Q力Temperature Q力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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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會有一個offset 這offset呢 在我的下一張 好 這就是我的Q力 就是Q力Temperature 那Q力Temperature 那Q力Temperature 這個offset有可能是正的θ 這是溫度啦 這是溫度 它化成Ki分之一 Ki分之一然後對T做足足足 所以它這個導過來 它就是變成是Ki分之一 對T做圖 所以1開分之1 這個是開等於Tc 所以變成1開分之1等於C分之1 所以它變成這個減掉θ 那這個協力是C分之1 協力是C分之1 那這個 這兩個都是Curley-Westlow 因為它有一個offset 一個正的offset 一個是負的offset 那在這一邊 因為開負的話 這個叫做diamanetics diamanetics基本上是跟溫度比較無關 那這個是從 這個是從這個 它是跟溫度比較無關 它跟溫度比較無關 那這個是跟溫度有關 那diamanetics它跟溫度比較無關 這個開 那在很多metall就是 它在很多metall 我們有時候通常是不會obate 不會obate這個Curley-Westlow 但是對於這個鎳 鎳來講它是 等一下我看看 這個你們看一下 就是有一些金屬它會obate這個 那個Curley-Westlow 有些不會 那你們看一下 這個我想它很簡單 你們看一下 這個鐵固鎳這些東西 就是基本上一個是Curley-Westlow 一個是Curley-Westlow 兩個 就是我這個胎 順齒它基本上是跟溫度是有關係的 那這裡頭就要來講 這裡頭就要來講這兩個之間的差異性 這裡頭就要來講這間的差異性 那這叫順齒呢 這叫Paramagnetic人的材料 Paramagnetic的材料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這個Magnetic moment 它感應出來的Magnetic moment electron sought to be point in the direction 這個external field 它跟外加磁場的方向是一樣的 外加磁場 所以這個Magnetic moment 它是enhanced 它是enhanced這個外加磁場 它是外加磁場 但是呢 我的抗磁性呢 counter tract 就是削弱掉外加的磁場 可以抗磁削弱掉外加的磁場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 那我solid 通常我在估計 我有一個orbital 跟as-versus-spin 的Paramagneticism are clearly 這個順齒 它有兩部分 所以它是加起來的 sum of both 這個兩個component 這兩個component 這兩個large of them 這個 緩齒的 緩齒的 所以我的順齒其實有兩個component 順齒有兩個component 抗磁只有這個component 那 在這個 在這個很多大部分的固體裡頭 說不定就只有這一個 又只有這一個 抗磁只有這一個 然後抗磁只有這一個 那順齒基本上有這兩個 但是大部分呢 它可能只有剩下spin而已 所以這個是比較 跟溫度有關的 這個跟溫度比較無關 這個跟溫度比較有關的 OK 它大部分呢 都是只有 only這個spin 的這個 paramagnetism 那 這個呢 believe due to the fact that 這個crystal跟 electron orbital are essentially coupled together 就是說 我的orbital 這個有時候沒有表現出來 是因為 這個component它跟我的 金格 會比較能夠coupled在一起 只會跟金格coupled在一起 就是我的熱振動 跟我的熱振動比較會coupled在一起 OK 跟我的lates 它會coupled在一起 然後它會prevent 它會阻止 這個orbital的 貢獻出來的這個magnetic moment 去轉向什麼 轉向這個 我的外加的磁場 外加的磁場 所以這時候大概就是說 它被quench 被動住了 就是我的orbital的component 被動住了 所以大部分其實是 我的瞬磁跟我的抗磁真的 最大的區別是哪一個 spin 基本就是spin 這個部分是 比較temperature dependent 這個是比較temperature independent 所以你看抗磁它基本上 抗磁基本上都是從這一部分來 那瞬磁基本上是從兩部分來 但是大部分會從這個 很多大部分的這個會跟什麼 跟你的升值啊 什麼熱振動那個東西 會被couple在一起 所以它表現不太出來 表現不太出來 那這個我們在上量子力學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解釋這個 基本上這個是會跟 temperature會比較有關 這會跟temperature比較無關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有 會有上面這個圖 會有上面這個圖 基本上我的抗磁基本上是 會跟obitine electron有關 這個會跟spin electron會比較有關係的 好 那這個就解釋就是說 這個解釋就是說 complete field band 就是 就是這個最後解釋 就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我的這個complete field electron band 就是它沒有individual的這個spin 它會cancer掉 然後呢這個就是我看看 這個就是我看看 就是要是solid你看看 要是solid有一個completely free of electron band 那基本上就是we anticipate 我們一起因為從poly的principle來講 這是the same number of electron ok with spin up as well as spin down ok spin up and spin down 所以這個就會造成什麼 造成我的這個抗磁 所以抗磁 所以抗磁基本上是我的band 基本上是field band是field 所以material with field band 那這個什麼樣的材料呢 會是這個東西呢 一般來講就是intrinsic的半導體 然後insulator跟這個ionic crystal 跟這些眼淚 跟這些眼淚 基本上都是這個case 所以你只要這個field的這個band呢 基本上就是抗磁的 基本上它是抗磁的 我們剛剛有一個例子呢 舉例過你們看一下 這是hanslow hanslow就是在解釋這個spin 就在解釋這個spin 假設我有八個 在低軌液裡頭有八個電子 所以低軌液呢 我可以填十個電子 低軌液一般呢 我可以填十個電子 那我這裡要是有八個電子呢 就是我這裡有一個 兩個它都是這樣填 一個一個這樣填 填完之後呢 我再來填這個 down spin down spin down ok 我填了我還有兩個net moment 兩個net moment 就是我兩個spin alignment 低band 所以我的順詞 基本上就是從我這個spin component來的 所以在我材料裡頭 with partially feel the band 剛剛是complete feel complete feel 就沒有spin的moment 基本上是con 所以這個叫做 叫做 Hans rule Hans rule 因為我有 我有net的spin的moment 我有net的spin 的moment ok 所以我的electron spin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Hans rule in such a manner the total spin moment the total spin moment is maximized it maximized ok 所以我都是spin up 先填 然後再填完 再spin down 然後再填 所以我剩下兩個spin up this condition is energetically more favorable as quantum mechanics show 這是我們16章會講 16章會講 然後呢 for example in an atom 它有八個valence d 八個valence d 然後有一個 有五個spin a night 我這五個spin a night 1 2 3 4 5 spin up a night 然後我有三個spin point down which result 我有兩個 我totally有我兩個spin up 那這個原子呢 這個原子呢 is then expect to have 2 unit of 配了 注意喔 瞬子的manent moment 那瞬子一般來講 大概是從這個spin component 雖然它有 還有orbiting 那orbiting呢 有時候大部分都被quench住了 那這個最小的spin moment 所以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從原子尺度來講 在原子尺度裡頭 我有的manent moment 可以這樣寫 叫做mu mu b mu b mu b 這我們在16章會講 那基本上我們導出來會是 E 就電子的電荷 因為我的電子的spin 跟我的普朗克長數相乘4pi m m是電子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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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 這叫magneto 叫磁子 叫磁子 magneto 我們有photon photon是生子 photon是光子 electron是電子 這個是 neutron是中子 那這個magneto magneto magneto 這個是叫做磁子 那它有個這個磁 磁 就是magnetic moment magnetic moment 你這個是最小的單位 這是磁的最小單位 這是smallest 就是一個電子spin 磁的最小單位 那當然這個是講銅 這個important exception就是 銅雖然它有一個s的電子 但是很不幸的 它應該要有spin的moment 一個spin的moment 但是呢 但是它是一個抗磁 它是一個抗磁 那有它的物理原因在 有它的物理原因在 那應該看16章會不會解釋 我忘掉了 16章有沒有解釋這個 那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因為銅是 在超導裡頭很重要的 一被銅雅 那這個是1237 所以那時候大家在解釋 為什麼這個會超導 超導通常會跟磁性會連在一起 超導通常 超導體通常會跟磁性會連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最大的抗磁體 OK 所以大家在解釋 為什麼這個會超導 就是在解釋這個為什麼會抗磁 OK 這為什麼會抗磁 所以大家推敲的原因是什麼 這是它的貨 OK 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抗磁 所以它有很多理論 現在很多還不是很清楚 那當然是說 這個銅跟氧 這個銅跟氧 當然不是很對稱 它的位置當然不是很對稱 就是這個銅本來應該在氧 氧的平面裡頭 應該在這個氧 所組成的平面裡頭 但是這個銅 剛好是 這個銅 就是氧 這銅本來要在這個平面裡頭 但是它可能 微微的偏離這個平面上面 當然很多的解釋 那在解釋超導的時候 解釋超導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磁性 那超導是最大的抗磁性 抗磁材料 為什麼會超導 所以大家其實都在講氧化銅 氧化銅這個是最大的 也不是罪魁禍首 那是最大的主因就是銅 因為銅它是 它雖然有一個 額外的一個1s的電子 但是它居然是最大 它居然是一個抗磁 它居然是一個抗磁 所以這example就是也是超導 也是超導 那超導呢 它也是一個perfect的一個 diamine magnetics 在什麼 在一個喘息性temperature底下 在一個喘息性temperature底下 那這個是鐵磁 這個當然是鐵磁 這個是鐵磁 就是我這個也是一個線圈 我有一個外加磁場 那外加磁場呢 它會這樣上升上去 到飽和了 ok 到飽和 到飽和之後呢 你把磁場退下來 它到外加磁場變成0的時候 它還有一點點殘留的 所以叫remainance 就是殘留的磁場 remainance 就一個殘留的磁場 在這裡頭 remainance殘留的磁場 那你要讓殘留磁場消失 消失掉 所以這是mr 你必須要加一個負的磁場 然後它還有一個 這叫cohesive fuel 就是它磁場負的時候 它才會變成0 所以這個叫做cohesive fuel 它必須要多餘這個磁場 才會讓它感應的變成0 然後它下來 然後再回去 這個磁字曲線 那這裡頭會解釋 這個飽和的磁場是怎麼來的 ok 對於鐵磁 這個phelo叫鐵磁 那這個叫hysteresis loop 叫磁字曲線 磁字曲線 那我看 底下這裡 這其實是 不然今天你們也沒有講義 那很多同學沒有來 我們今天先暫時到這裡好不好 你們回去我們今天就 我是有準備了 今天暫時到這裡 我們今天先提早下課 你們那個明天也要考試 不然很多同學沒有來 對待很多同學沒有來 然後助教大概也沒有給你們講義 我們今天先暫時到這裡好不好 ok